拍下來覺得跟民宿最大的差別嗎? 呃...就一個在林口,一個在內... 其實...沒有塞車的話,開的路程是差不多的這樣子 但是塞起車來,我覺得是不遑多讓 就是...路程是差不多啦 那我覺得...我有跟我經紀人講,就是在那個... 第四面牆以內,因為那個...棚內是三面牆而已嘛 第四面牆是隱形的,因為機器在這裡啦 就像舞台劇的觀眾這樣 在這個框框裡面做的事情,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那個框框以外,就我還不太熟 因為我剛到這邊 所以我一下電梯我就一直這樣 然後他們就...欸...俊林哥這邊這邊,你要去那裡對不對? 那邊對不對?就是因為我臉上就寫我不認的路 然後他們說,好,我們現在是一棚排氣喔,一棚排氣喔 俊林哥,你不知道一棚在哪裡對不對? 就只有我不知道,大家就開始魚罐 就開始走走走走走,然後就說,你不知道對不對? 來來來來 所以...就是還在...摸索,一直走錯路 就是想要去廁所,但是走到畫...走到那個書畫的地方 或者是說,想要走到... 就是他們講說五棚,然後五棚不知道在哪裡 十棚,十棚不知道在哪裡 哦,十棚在五樓 就是...還在適應...方向這樣 有東西看